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蔫水啸 第514章 他疯了吗 炎兄 你 沈沐晴看见墨无忌出来 站起来颇有些惊讶 炎也不是在闭关吗 怎么看起来就好像是逃难的难民一样 头发凌乱满面灰尘 身上还有一些药渣子 豆花龙子赶紧说 大哥 不是沈仙子相救 我已经被人废了 墨无忌点点头 他已经冷静了下来 转身对师母情一抱拳 多谢沈仙子相救者 这个恩情我墨无忌记下来了 墨无忌 沈沐晴疑惑地看着墨无忌 不是炎也吗 墨无忌既然接受了沈沐晴的恩情 自然不会去隐瞒自己的身份 我本来就叫做墨无忌 之所以叫炎也 是因为炎也临死前 要求我帮他一个忙 现在事情一闭 我自然改回自己的名字了 还有一点墨无忌没有说 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 一般的人还真不敢动他 他也没必要继续藏头漏尾 沈沐晴也终于明白过了 难怪慕容相遇 当他的面跟谷子贱勾勾搭搭 墨无忌也无动于衷 甚至还给了一个忠告 原来他和慕容相遇 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刚才墨无忌的表现 更是让沈沐晴确信 墨无忌的年龄并不大 否则的话 斗花龙被重创 他一时间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愤怒 别说是那些修道多年的强者 就算是他 也不会有墨无忌这样大的情绪波动 但他可不知道墨无忌 墨无忌就是这种性情 别说是现在了 就算是再过个几百年 他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没实力的时候他会隐忍 而无需隐忍的时候 他也绝不装孙子 剑神木晴盯着自己 墨无忌只好说 我是一个单师 刚刚练单出来 因为心急所以没有打理 失力了 说完之后 墨无忌便没再多说这件事情 而是转而对斗花龙说 花龙 将详细的情况说出来 沈木晴听到墨无忌是个单师 也并没有太在意 事实上 绝大多数的修士都曾学习过炼丹 只是炼丹哪里有那么好学的 看墨无忌的样子 估计也是想学炼丹罢了 一品单君和单帝都叫单师 可这中间的区别却不是一点两点 他感觉墨无忌不简单 但要说墨无忌如此年纪轻轻 就是个单道高手 他自己都不信 这东西除了要天赋之外 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堆积 墨无忌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豆花龙有些委屈地说 早上我先去了尖叫仙虚仙人工会 转悠了一圈 没有太大的收获 然后我就去了破空宝阁 原本我想看看破空宝阁的布局情况 没想到有两人在破空宝阁 为了一件宝物闹了起来 两人竟然在破空宝阁动手 我因为修为太差 退得慢了一些 结果被误伤了 我虽然心里很是郁闷 但是那两个人都是星级天才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就只能退走 没想到误伤我那个家伙 在我退走的时候还给了我一脚 同时还给了我十多道暗芒 让我倒在地上动都不能动 若不是尖角闲虚不能杀人 他说不定都要杀了我 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对我动手 他居然说 因为我这个蝼蚁党势 让他出手受到了影响 动手还是小事 他还要废了我的灵络和子府呢 莫无忌的脸色欲发冷了起来 哪怕他现在不是单道先蒙的长老 这种事情他也绝不会就这样算了 以他的性格最多是暗算了那家伙 然后远离尖角先续 更不要说现在他已经是 单道先蒙的长老了 若不是沈师姐恰好去破空宝阁认出我 说不定我已经被废了 豆花龙眼中还有些后怕 尽管他跟随了一个单王老大 但是他骨子里那种小心谨慎的小人物心态 仍然没有变过 对了 这几天的消息 这些以后再说 那动手的人在何处 我们现在过去要仗 莫无忌抬手打断了豆花龙 一直坐在一边的沈木晴忽然说道 莫兄 不知可否听我一句 沈仙子救了花龙 是花龙的恩人 有话自然可以直说 莫无忌点点头 沈木晴是松了一口气 面带柔和地说道 那两个在破空宝格中争斗的人 我也清楚 一个是灵天仙玉 月龙京江的七星天才敖天成 还有一个 是六轮仙玉 转魂道的七星天才扎凯 我的想法是 既然换龙师弟没有大碍 这件事不如就此算了 莫无忌则是淡淡地说 无缘无故欺负人 就这样算了 那还有没有王法 沈仙子 若是你有空的话 可以和我们一起去一趟 如果没有空的话 我们自己过去 沈木晴一愣 王法 他实在是想不通 为什么莫无忌 会说出连白痴都不说的话来 王法在真正的地级县城 也许还有点用处 在尖较先须这个地方 和星级天才谈王法 这是疯了吗 莫非莫无忌死要面子 故意这样说 这只是要表达他也是有面子的 但莫无忌不像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呢 莫兄 虽然我很想再帮一把 可是我的身份和实力实在有限 我也只是一个七星弟子 而且 租门还远不如转魂道 和月龙金江有底蕴 所以 沈木晴的语气有些无奈 也透出他是真心想帮忙 奈何实在是不够资格 莫无忌点了点头 没事 沈仙子早就帮了我的忙了 花龙 那两人现在在何处 你先带我过去 沈木晴见他如此说了 莫无忌还是要过去寻两人麻烦 他只好站起来 抱拳告辞 莫无忌也回了一礼 他刚才的话 其实是在试探沈木晴 若是沈木晴敢和他一道去 为他说话 那他就结交了沈木晴这个朋友 事实上 沈木晴确实很有理性 虽然想结交各路朋友 但并不能做出 为朋友付出的心态 所以莫无忌对沈木晴 只有感激 而无法和他成为真正的朋友 将来这个女人有事情 他可以随手帮一帮 但绝不能像对待 娄川河等人那样 拼命相救 这沈木晴也算是磊落 不去也没寻找各种借口 而是很干脆的 说他资格不够 这种说话方式 也许不讨人喜 但莫无忌倒确实是欣赏 沈木晴离开之后 斗花龙才说 我来的时候 两人应该还在扑空报格 走 现在就去 莫无忌当即说道 报仇要趁热 隔夜可不爽 沈木晴并没有立即远离灵河仙溪楼 他站在较远处的地方 注视着灵河仙溪楼 一旦莫无忌并没有和他所说那样去找敖天成 他则会放弃继续结交莫无忌 尽管他相信莫无忌有才能 但他并不喜欢一个虚夸之人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离开灵河仙溪楼没多久 就看见了莫无忌和斗花龙从仙溪楼出来 沈木晴的心里惊异不已 他不明白莫无忌有何底气 去叫板两个顶级仙门的七星天才 无论如何他也要跟过去瞧瞧 破空宝阁可不仅仅是在尖角仙溪才有 就算是在大自在仙溪 破空宝阁也勉强可以挂得上号 尖角仙溪的破空宝阁不过是其中一个分隔罢了 比起单道仙蒙在尖角仙溪的分布 破空宝阁要小得太多 无论是所处位置还是占地面积 都远远无法和单道仙蒙相比 莫无忌带着斗花龙来到了破空宝阁门口 并没有看到紧张的对峙 破空宝阁中很多人在观看各种代售宝物 秩序是井井有条 莫无忌还没有进入宝阁 就直接取出了那柄后背长刀 对着宝阁门口的石狮子一刀劈了下去 轰的一声 莫无忌这一刀下去 将这石狮子直接劈成了碎片 门口的护震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十多名还在宝阁里观看宝屋的修饰 急切地逃了出来 连看都不敢看 转身就走 有人敢将破空宝阁门口的石狮子轰碎 这简直就是挑衅到家 破空宝阁可不是善茶 等会儿肯定会有流血事件 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是非之地 劈裂了石狮子之后 莫无忌也不收起后背长刀 直接将这柄长刀挂在了背后 当先走进了破空宝阁 豆花龙看得浑身是热血之帽 大哥就是大哥 这种敲门手段多为无霸气呀 自己身为小弟 以后也不能剁了大哥的威风 一想到这儿 他也是挺起了胸脯 跟着莫无忌走进了破空宝阁 和之前相比 豆花龙此刻的心境居然在急剧地上升 而远处看着这一切的沈木晴 呆滞得喃喃自语 他疯了吗 将破空宝阁的石狮子劈裂 就算是敖天成和扎凯 也是不敢为之的 他们敢在破空宝阁争斗 不代表他们敢挑衅破空宝阁 莫无忌的这个做法 简直是先将破空宝阁得罪死了 然后再进去找死 沈木晴的心头 忽然间涌起了一个难以遏制的念头 难道之前 莫无忌邀请他一道来破空宝阁 是想看看他值不值得结交 若是他来了 他就是莫无忌值得结交的朋友 若是他不跟莫无忌一道来 那他就只能是人家的一个普通朋友 一想到这 沈木晴居然有些后悔 他是不是应该答应莫无忌 跟随对方一起过来 随即他就摇了摇头 除非他也疯了 谁知道莫无忌是不是找死 一旦是莫无忌找死 他也跟来这 虽不至于死掉 但后果一定非常难看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